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一翻做了一个囊括一切的手势 表情非常的感慨 现在 云天明曾经送过你一颗星星 现在 他又送给你一个宇宙 诚心 这是一个宇宙 虽然很小 可确实是一个宇宙 在诚心激动地打量着这个小宇宙时 万一翻悄悄地坐在了田梗上 抓起一把黑土 看着土顺指流向 心情有些低落 他是最厉害的男人 能把星星和宇宙当礼物 送给他爱的人 可是诚心 我什么也送不了你 诚心也坐了下来 笑了 可你是宇宙中唯一的男人了 不需要再送什么 万一翻的心里还是有些自卑 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但是 宇宙中没人同他竞争了 这个宇宙中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感觉 很快就被打破了 一声轻轻地推门响 一个白色的人影 从衣装房子走出 向他们走来 这是一个很小的世界 在任何距离上 都能看清一个人 他们看到 来人是一个穿着日本和服的女子 那身点缀着小红花的华丽和服 像一栋的花醋 为这个小宇宙带来了春光 至此 诚心惊叫道 我知道了 智子控制的机器人 管一翻和诚心起身 向智子走去 双方在一棵大树下毁灭了 诚心再次确定了 他就是智子 那美得有些不真实的相貌 一点儿都没变 智子 智子 向诚心和关一帆深深举功 起身后 对诚心微笑着说 我说过 宇宙很大 生活更大 我们真的又相会了 真的没想到 见到你真好 真他 智子 诚心感慨 感慨万前 智子 把他带回了过去 现在 任何对过去的回忆 都是一千八百万年前的 但这也不准确 因为他们都已经在另一个时间之中了 智子 智子 笑着摆了摆手 你们是六四七号真正的主人 拥有对这里一切事物的绝对决定权 我只是为你们服务的 说完 智子 智子便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智心和关一帆跟着他 沿着田梗向前走 一直进入一幢白房子中的一间雅致的客厅 可听的装饰风格 始终是 墙上挂着几幅淡雅的紫画 智心特别注意看 其中有没有新还好 从冥王心上带出来的文物 好像没有 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木制书案旁入座后 智子为他们道场 这一次 没有了查到的繁琐程序 茶叶像是龙井 一根根在杯底竖起 形成一片绿色的小森林 散发出一阵清香 这一切在智心和关一帆的眼中 如梦 四五安 这个宇宙 是一个赠品 是云天明先生赠送给两位的 我想 是赠送给成新的吧 关一帆说 不 受赠者 肯定包括您 后来的识别系统中 增加了您的权限 否则 您是不可能进入的 云天明先生希望你们 在这个小宇宙中 躲过我们的大宇宙的末日 也就是大坍缩 在新的大爆炸后 进入新的大宇宙 他希望你们看到新宇宙的田园时代 现在 我们处于一个独立的时间线中 大宇宙的时间正在飞速流逝 你们肯定能够在有生之年等到他的末日 按更具体的估算 大宇宙的坍缩将在十年内达到起点状态 如果新的床石爆炸发生 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关一帆问质子 我们能知道的 我们能够通过超模 检测大宇宙的状态 质子的话 让诚心想到了 云天明和IAA刻在岩石上的字 但关一帆想到的更多 他注意到了质子提到的一个名词 田园时代 用这个词来描述宇宙的和平年代 是银河系人类的说法 所以 这有两个可能 一是巧合 三体世界也正好选择了这个词 第二种可能性 就十分的可怕了 三体世界已经侦测到银河系人类的存在 这由云天明能够快速赶到蓝星就可以得知 这说明 三体第一舰队的世界 距离银河系人类的世界已经很近了 现在的三体文明 已经发展到能够建立小宇宙 这对银河系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但他马上又笑出了声来 你笑什么 成心奇怪地问过一番 小可笑啊 确实可笑 即使在进入小宇宙之前 据他离开银河系人类的二号世界 也已经过去 一千八百九十万年了 现在 他来自的大宇宙 可能已经过去了 几一亿年 所以 这纯粹是在替古人担忧 你见过云天明吗 成心问质子 质子轻轻摇摇头 没有 从来没有 那IAA呢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是在地球上 以后就再没见过 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六四七号宇宙 是一个定制产品 完成后 我就在这里了 我嘛 本质上只是个数据体 可以拷贝许多份的 那你知道云天明 把这个宇宙带到蓝星来了吗 我不知道蓝星是什么 如果是一颗行星的话 他不可能把六四七号 带到那里 因为六四七号本身 是一个独立的宇宙 不在大宇宙的内部 他只能把六四七号的入口 带到那里去 可是 云天明和IAA 为什么不到这里来呢 官一帆问 这也是诚心最想知道的 他之所以还没问 是怕得到一个悲哀的答案 质子又摇摇头 不知道 识别系统中 一直有云天明的权限 还有别人的吗 没有 到目前为止 只有你们三个人 沉默了许久之后 诚心 轻声对官一帆说 A.A.是一个很注重现实生活的人 他不会对几百亿年后的新宇宙 感兴趣 我感兴趣 官一帆说 我很想看看 新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 特别是当他 还没有被生命和文明篡改 扭曲的时候 他一定体现着最高的和谐 运美 我也想去新宇宙 起点和大爆炸 会把这个宇宙的一切记忆都抹掉 我想把人类的一部分记忆 带到新宇宙去 智子对成心 郑重地点点头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已经有人在做了 不过 你是做这事的第一个 太阳系人类 你的生活目标 总是比我崇高 官一帆在成心耳边低声说 成心也听不出 他这话究竟是玩笑 还是认真的 智子站起身 那么 你们在六四七号宇宙的新生活 就开始了 我们出去看看吧 一出门 成心和官一帆 就看到了一幅春羹的景象 那些柱状机器人 都在田里干活 他们有的用钉耙平整田地 因为这里的土壤很松 已经不用耕了 有的在平整好的田里播种 他们干农活的方式 都十分原始 没有能拉的宽耙 就只用手握的小耙 一点点的平地 没有播种机 机器人就一手提着个装种子的袋子 一手把种子埋进地里 整个场面 有种古朴的色彩 在这里 机器人 甚至比农夫更贴近自然一些 质子介绍说 这里存储的粮食 只够你们吃两年 以后就要靠种地生活了 现在拨下的种子 都是成心给云天明带的那些种子的后代 当然都经过了改良 观一番看着黑色的田地 有些迷惑 我觉得 这里用培养槽 无土栽培 比较合理 成心说 从地球出来的人 对土地都有一种迷恋 记得在飘里面 好斯嘉的父亲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孩子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 值得你为之拼命和流血 除了土地 太阳系人类 为他们的土地流进了最后一滴血 或者说 只剩下你和AA这两滴 可有什么用 还不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现在 那个大宇宙 可能已经过去了几亿年 你这以为还有谁记得他们吗 迷恋土地和家园 已经不是孩子了 却还是不敢出远门 这就是你们灭亡的根本原因 我说的是真话 不怕冒犯你 看着激动的观一帆 诚心微微一笑 你没麻烦我 你说的是真理 我们也知道 但是做不到 你也未必能做到 不要忘记 你们外游引力号上的人 是先成为俘虏 然后才变成银河系人类的 那倒是 官一翻年了一些 在太空中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合格的男人 以太空的标准 合格的男人的确不多 诚心也不会喜欢那样的男人 这时的他 想到了一个合格的男人 那个人的声音 犹在耳畔 前进 前进 不择手段的前进 不要想过去的事了 现在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这次 用甜美的声音说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的菜地里 也一直充盈着绿色 这个小小的庄园里 有着完备的生活用品 所有用品都没有商标 显然是在三体世界制造的 但在外形上 与人类的产品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异域特征 成心和观一帆 有时会到田里去 与机器人一起干农活 有时 则在小宇宙中散步 散步时 只需要一直走下去 只要不注意自己上次留下的脚印 就会产生一种 穿过无穷无尽的小世界的感觉 但他们更多的时间 是花在电脑前 在小宇宙中的任何位置 都能激活一个中端窗口 但他们不知道 这个世界的电脑主机在哪儿 电脑中存储着大量的 地球人类的文字和图像资料 大部分是广播纪元之前的 显然是三体世界收集的 人类世界的信息 编辑科学和人文的所有领域 但更多的信息 是三体文字的 数量巨大 浩如烟海 这也是他们俩 最感兴趣的部分 OK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清雪故事系列之三体第三季 死神永生的第116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 清雪故事